哈喽大家好,我是常烈 这两天网军经费好像又充足了 老妈给我留言说 爱国,你咋不回国 整得好像家里刚通往的无知的样子 让人哭笑不得 既然你们没完没了 那我再说点别的 专制的常烈 撸着独裁的帽 骂着自由的直处 住在中国 同时又可以想去就去 你们向往而又来不了的日本 就单凭这个 也证明你们是路子了 无论所谓的民主国家 还是你们口中专制独裁的国家 我都见识过了 民主的拟洪沟 英格里士 专制的汉语 我也都会说 欧洲的十几个国家 我也都去过了 亚洲的韩国 新加坡等一些国家 我也都去过了 两年前 我也回国了 但我随时想去哪国 就能去哪国 能这样来去自由 靠的是你们口中说的民主 不是 靠的是年轻时候的努力 年轻的时候 打下的基础 换来的自由迁徙的实力 自由不是拍脑门想出来的 想要有各种生活体验 是要有一定能力的 而能力是靠学习 加实干培养出来的 不是靠刷嘴皮子 耍出来的 更不是靠夸张的表情 标系利益的思维方式 整出来的 人生需要阅历 眼界才能开阔 格局才能大 只有亲自在一个国家 生活一段时间 亲身感受一下 国外的生活 然后拿这个感受 和国内做一下比较的人 说出来的话 才有说服力 实践出真知 很多人喜欢 大谈国外的民主自由 仿佛亲眼所见 但大部分都经不起推销 只要细聊就能发现 他们很多人 都没出过省 只知道民主这俩字咋写 再问他们 具体什么才是民主 这些人十有八九 要么破口大骂 要么顾左右而言他 这真的不是我已出国论英雄 而是连国都没出过 体验都没体验过的人 就说外国有多么的民主 外国的民主就是比中国好 这也太武断 太一厢情愿 太感性了 外国人也一样 天天说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的 却连北京和上海 具体在地图上的什么位置 他们都不知道 我甚至见过一些 支持西藏独立的外国人 他们坚定的相信 西藏人是被压迫的 所以要支持西藏独立 然而一个街头采访 扒了他们的底裤 他们其实连西藏在哪都不知道 问问大多数人 上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 答案是从来没出过 再问问大多数外国人 上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答案是从来没有来过 那还怎么相互了解 从来没出过国 或者从来没来过中国的 只能从课堂或者媒体上了解对方 出去过或者来过 却仅是旅游的 那印象也仅停留在那一次的经历中 而我们中国发展有多快呀 12年前我们的经济总量刚刚和日本差不多 短短12年一轮的时间 我们现在差不多是日本的4.6位了 有多少人能反映的过来呢 有多少外国人或者长年不回来的海外华人华侨 知道现在的中国都发展成什么样了吗 有多少国人知道现在的外国是什么样吗 所以有些人用自己的脑子好好想一想 想不明白的话就努力出国 去你觉得民主的天堂的国家住上个三年五载的 你就会知道比起所谓的民主自由 十分钟之内能到手的外卖更加的弥足珍贵 很多人以为国外就是发达国家 中国就是发展中国家 殊不知外国连工业文明最基础的制造业都拼不全 很多时候有的人对国外的了解都非常的片面 多是从影视作品中了解的 外国的缺陷知道的更少 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成就也习以为然了 外国对我们的很多批评现在看来其中很多都是不靠谱的 我们了解自己也了解西方社会之后才发现大家都是半斤八两的 没有完美的制度也没有完美的民主人权 各个国家都有强项有弱项 西方国家也没有那么善良美好 中国也没有那么恶毒专制 而现在看来中国比起外国来说好像还能强一些 这些感受如果不出国生活一段世界是很难发现的 国内生活的便利是秒杀那些发达国家的 最后认真地说一句话 出国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这些感受的优优独播剧场上